望着天边出现的一族大军 又看了一眼自家的队伍 拉克尔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时间终归还是太短了 只能勉强完成对溃兵的整边 根本就来不及对部队进行训练 指挥自如那就更不用想了 有督战队盯着 用来守城还凑合 执行其他作战任务 恐怕刚出城就崩溃了 传令下去 魔精炮瞄准敌军阵营骑射 拉克尔叹气道 自身实力不济 无法趁对方立足卫稳发起突袭 只能靠魔精炮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效果如何不重要 关键是要给自己人壮胆 看城墙上士兵们的反应就知道 敌人都还没有进攻 就有人双腿颤抖了 轰鸣的炮声 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飞射而来的炮弹 爆炸后溅起的泥土喷了巨人将领满脸 这下子激怒了这位统兵大将 18米高的庞然大雾 抡起一枚直径1米5的巨石就向着城墙砸了过来 嘴里还咆哮道 反击 队伍中的巨人纷纷忙碌了起来 有人抡起巨石 有人拔起大树 直接往城墙上招呼 一枚从天而降的巨石 直接砸在三名守城士兵身上 瞬间多出了一滩肉泥 仿佛是唤醒了骨子里的恐慌记忆 很多守城士兵直接丢下兵器 想要逃离战场 记得拉克尔当场拔出骑士剑亲自斩杀了两名逃兵 督战队们也纷纷行动起来 靠着悬挂在城楼上的人头 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嘴上没有说什么 内心深处拉克尔也是大受震撼 以血肉之躯对战魔法科技不落下风 难怪东战锤王国会这么快崩溃 要是巨人的数量 再多上一些 恐怕亚斯兰特大陆的格局都会跟着发生变化 据他所知 眼前这些十几米的大块头 在巨人一族中只能算是一般水准 从公国搜集到的情报中来看 目前出现在战场上最大的巨人 体型足有三十多米 这种层次的选手出现在战场上 那就是妥妥的大杀器 不愧是能够抗衡巨龙的种族 拉克尔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这个说法夸张 能够抗衡巨龙的巨人确实存在 但那是传说中的泰坦巨人 随随便便就身高五六十米 牛叉的体型甚至能够过百米 这些大变态才是和巨龙同一档次的选手 仿佛是受到了诅咒 强大的泰坦巨人一族 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灭绝 残留下来的血脉 在巨人一族中传承 偶尔运气来了 没准还能够觉醒一波 但这都是昙花一现 相对于人族来说 普通的巨人依旧强大 但数量让他们退出了大陆舞台 看到战锤王国没落 休养生息数百年 领地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种族发展需求的巨人一族 才和一众上古一族抱团杀了回来 卡特姆 冷静一点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八爪怪兽呵斥道 遇上这个冲动的搭档 霍尔特也非常无奈 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多找族和巨人一族抱团取暖已经很多年 如果说巨人一族典型的只长肌肉 不长脑子 那么他们多找族 就是另一个极端 在生存的压力下 两个天赋互补的种族 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事实上 巨人一族也不是完全不长脑子 只不过有脑子的巨人只是少数 大部分都是冲动的祸 多找族也并非纯粹的弱姬 只是相对于冰雪世界的上古一族来说 种族整体力量偏弱 比如霍尔特就是一名强者 判断他们的实力强弱非常简单 直接竖爪子就行了 一只爪子就代表一阶 八只爪子就代表着八阶 作为先头部队他们的使命不是工程 而是要引出城内的人族大军 或者是恐吓他们离开 毫无疑问 这次的任务肯定是失败了 想到这里 霍尔特就是一肚子的气 同卡特姆搭档以来 除了成功下退敌人两次外 剩下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 上古一族联盟能够联合起来 自然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定 约束大家的行为 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战后领地分配 就和战场上取得的功绩挂钩 经过卡特姆这么一折腾 城内的守军自然不可能出城偷袭了 现在没有跑路 那就意味着接下来大概率是一场血战 对上古一族联盟来说 他们想要的土地 收益不高的工程战能不打 最好还是不要打 谁让联盟中各族的钉口数量都有限呢 要是不提前做好准备 现在拼爽快了 回头人族发起反击的时候 他们可招架不住 霍尔特 这可不关我的事 都是人族先动手的 我只是让手下反击 何况前面不是很顺利吗 仅仅只是恐吓了一下守军 他们就吓得四处乱窜 让我再试试 没准城内的守军也被吓跑了 我们连工程都省了下来 卡特姆大声说道 要不是有炮火声掩盖 恐怕对面的守军 都能够听得到 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霍尔特很想让眼前这大块头继续 反正死的又不是他多找族的人 可终归还是理智占据上风 族中早就分析过 趁人族没有功夫顾及北大陆 利用这次战争占点便宜还行 要是胃口太大 未来肯定要付出惨痛代价 在上古一族联盟中 多找族就是典型的见好就收派 怎奈前期的进展顺利 让主战派占据了绝对上风 改变不了大局 那就只能保存实力 不光要保存自家的 还要照顾好盟友 毕竟 巨人一族是冲动了一点 但胜在他们没有多少心眼 不需要时刻担心被盟友背叛啊 够了 卡特姆 这里是墨西公国 守军不是被我们吓破胆的战锤人 不打上几场苦仗 敌人岂能被我们吓住 没必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让你的人退到敌人的魔晶炮射程之外 等大部队过来了再发起进攻 别忘了 你们巨人一族就那么几万人口 要是在这里损失惨重 你怎么回去交代 霍尔特没好气的说道 血肉之躯对抗魔法科技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短暂的交锋 就有十几名巨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还有数十名巨人受伤 守军一方的伤亡更大 可架不住人族的数量多啊 一族联盟之中 除了受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堆数量外 其他种族的生育能力均赶不上人族 为了减少麾下士兵们的损失 霍尔特宁肯效率低一点 也要等主力部队过来 有精灵族充当奶妈 上古一族联盟的魔法武器装备可不弱 何况还有随行的魔法师团 都是攻坚的力气 当然 表现得这么耸 除了缺乏攻城力气外 最关键的还是兵力不足 几个种族加在一起 都凑不齐三千大军 若非其中有五百巨人 他都不敢带着队伍到这里来晃悠 敌人退了 敌人退了 听到守军士兵们的欢呼声 拉克尔脸上凝重的神色稍缓 随即又是一尘 今天这一劫是渡了过去 但是后面该怎么办 受阿尔法人的影响 墨西公国也在边界上部署了多道防线 奥古斯堡防线是公国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 撤退没有问题 但必须要给予敌人一定杀伤 并且为公国争取到一定的时间之后 不把敌人打痛了 就别想获得和平 即便还有阿尔法王国这个盟友 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 传令下去 全军加强戒备 严防敌人偷袭 另外派人给王都传讯 奥古斯堡保卫战已经打响 我们需要盟友的力量 要是阿尔法王国的援军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就先把哈德逊元帅给请过来 帮我们指挥军队 这么耸的话 不应该从一名前线口中说出来 要是落入政敌手中 那就是现成的把柄 不过拉克尔不在乎 些许小问题就算引起风波 王都的老头子会替他善后 现在他可是家族继承人 能够动用的政治力量 远不是当年那个顽固子弟能比 反正这种事情 也是有先例的 上次受人入侵到了战争中后期 公国军队就交给哈德逊指挥 再来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拉克尔丝毫不担心有人反对 在上一次大战中 墨西公国最优秀的那波贵族子弟 几乎都葬送在了战场上 现在军中的特点 那是典型的后继无人 看他自己的任命就知道了 要是有更好的选择 国王绝对不会任命他担任前线主帅 十几年的顽固子弟人设 早就已经深入人心 岂是一两次大战能够改变的 赶鸭子上架 被推上前线总督的位置 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国缺疆啊 包括此前乔治花大价钱从阿尔法王国挖墙角 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可惜那些中小贵族 虽然继承了阿尔法王国上午的优良传统 但自身的能力还是很有限 担任军团长一级的军官 其中的精英还勉强能够胜任 出任数十万大军的主帅 那就纯粹是强人所难 远征军大营 看着各部队汇总上来的问题 哈德逊没有急着出手解决 反倒是放权给了下面的军官们处理 急行军拉链 本身就是在为奔袭做准备 遇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哈德逊给下面军官们出的考试题 分数高的为以重任 表现差的该调岗的调岗 该撤职的撤职 时间太紧了 根本就来不及对军官们进行系统化培训 只能玩筛选 相比现在的考验 未来战场上遇到的 才是真正的挑战 哈德逊不能保证接下来每次大战 都是自己亲自带队指挥 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大家自由发挥 元帅 刚刚收到从领地传来的消息 沿海各省大贵族纷纷和幽灵船签订了和平条约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消息突然泄露了出去 雅各部担心此事会引起舆论风暴 军中自有军中的规矩 从远征军组建开始 在这里哈德逊的称呼就只剩下一个 元帅 听了和赛的诉说 哈德逊嘴角微微一笑 泄密是必然的 要是不走漏风声 伤人们怎么敢出海 发生了这种事情 舆论风暴肯定会发生 吃了那么大亏的叫停 要是不趁机出一口胸中的恶气 那就不正常了 正是提前有所预料 所以和幽灵王签订契约的才是一众大贵族 而不是阿尔法王国 一个王国像一端妥协 确实说不过去 可是秦歌在一众贵族身上 就完全不一样了 幽冥三王的凶名响彻大路 地方贵族惹不起他们 被逼着签订不平等条约 逻辑上完全合理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迫于舆论压力 大家还会合伙出资 在拥兵工会挂一个剿灭幽冥三王的任务 有没有人接担不重要 关键是态度要做足 证明大家和幽灵传世不两立 告诉雅各部 不要担心这些小事 如果舆论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就和大家一起去拥兵工会挂任务 接下来他的任务除了安置难民外 最重要的就是多储粮 下一季就不休耕了 直接轮重大豆 等战争结束过后再恢复休耕 哈德训面无表情地说道 连续耕耘 非常容易伤到土地肥力 不过山地岭的情况特殊 除了使用农家肥之外 还在使用沼泽排化肥 有这些外力补充 就算土地肥力受损 也不会太过严重 顶多略微减产一些 放在外界还是大丰收 以略微牺牲土地肥力为代价 换取短时间之内领地粮食产能的暴涨 完全是值得的 谁让墨西公国的难民数量又又又增加了呢 当地贵族都快要使出吃奶的劫 还是救济不过来 向邻国疏散 也成为了解决难民危机的最佳对策 主动送上门去的哈德训 自然吃到了第一波红利 首批20万难民 现在已经到了路上 第二批的30万难民 目前也在开始集结 估摸着月底就能够出发 就连第三批难民 墨西人都有了计划 估摸着等哈德训的大军跨越国界线 就该落实了 人数这么多 自然不可能刚好合适 首批的20万难民 实际上也是一个虚数 密密麻麻的人群 四处进行乱窜 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 也有倒在半路上 究竟有多少人 墨西公国官方也不清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后续的移民工作 都是这么玩的 要是进入墨西公国的难民数量居高不下 最后的移民总人数超过150万 那也是大有可能的 不想被县二丙噎死 那就只能提前准备好粮食 事先的储存不一定够 市场又遭到亡国的管制 接下来只能挖掘自身的产良潜力 好的 元帅 稍后我就给雅各部回信 另外就是墨西公国又传来的求援信 希望您能够先过去帮他们指挥大军 从王国搜集到的情报来看 墨西人的备战工作进行的还是很不错 只是他们自己似乎没有底气 就仿佛前线的军官对自己没信心 公国的一众王公大臣 也对自家统帅的能力有所怀疑 坦率的说 刚开始收到这些消息 何赛是不信的 要是都没信心 那就换人啊 可是在了解到墨西公国的实际情况后 他就表示理解了 有能力的 都为公国尽忠了 剩下的都是矮各自重选将军 能够凑合着用 就偷着乐吧 驾驭着比自家军队还多的溃兵 没有被带着崩士气 那都证明墨西人还是有勇武精神的 我们的位置 距离奥古斯堡 大致还有多远 哈德逊关心的问道 870里地 按照我们目前的行军速度 最多10天就能够抵达 何赛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道 作为哈德逊军中的首席参谋 对各种数据他都了然于胸 距离 行军速度 这些基础数据 自然信手沾来 在帐篷内徘徊了几步后 哈德逊打亮着墙上的地图 缓缓说道 这个时间点 奥古斯堡保卫战应该已经打响 首将拉克尔 这个人我知道 让他死守城池还行 指望他灵活用兵反击一族大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墨西人驻守在奥古斯堡的军队中溃兵太多 守军的军心士气肯定不高 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我有感觉 战机很快就要出现了 或许奥古斯堡沦陷之日 就是我们出手时 传令下去 从明天开始行军路程加倍 要是运送物资的奴马体力跟不上 那就给他们使用魔法药剂 出手地的情形 下来 你们这边有命ful赤 好啊 那我们一架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